就是今天主題之一的不務正業的請跟委會選擇 那他在基金會裡面有做哪些事情呢 那我們一起來聽聽他的分享 OK好 大家好 我是跟委 我是Kevin 剛剛聊一下 OK好 首先為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十大集中心的基金會 那他在出現什麼樣的事情 首先實際上結束青年 大家有聽過嗎 在座 有嗎 現在結束青年主要是透過這個社會上 就是年齡在四十歲以下的青年 從這十個領域當中選出來的結束青年 那他總共包含是農林 環保業 科技發展 然後務 然後企業經營 社會服務 然後醫學就有公共行政 體育技術這些人 他相信在座 就是這些人當中有些人比較 大家不知道有些人會比較像九把刀 怎樣 你 吳彥勳 還有我們是鄭隆先生 他都是十大集中心的 那這十大集中心的 他們要做的是什麼樣的事情 他們其實是由 清商會選出來的十大青年 那他們所要做的就是 希望可以透過這些青年在各領域的發展 做為我們的標杆跟指標 讓我們可以有方向去做探討 知道說原來這社會上有這些人 什麼優秀的人在做這些事情 那可以成為我們的學習的榜樣跟典範 那這些十大集中心年 他們希望可以做回饋社會的動作 因此他們成立了十大集中心的基金會 也就是我現在這個基金會所做的事情 那我們是他們下面的學生會 那我們在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也是下面的學生大會 那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希望能夠將時捷他們的標杆精神 跟現在的學生做結合跟分享 我們算是一個平台 我們希望可以做的事情是 將時捷跟現在的學生 以及現在的青年做正常的結合 因為其實上大家會覺得說時間很遙遠 例如我們很遠 就是一個頭尾單像王建民等等 他們都是遙不可解的目標 但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 可以透過我們學生會的平台 讓更多人知道跟了解 因此我們在培訓的過程當中 我們做的這些事情 我們目前是會長 那我們現在做的學生會 希望可以讓更多的學生加入我們 做培訓幹部 我們在做的是 希望可以將專業技能 帶給現在的學生 帶以及透過社會議題的研究 還有團隊的合作 那這些方案我們是由社課 就每個禮拜一次的社課 來培訓學生 來做這些方向的培訓養成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國際交流 像本週就是我在國際交流認識 我們會跟北京大學做交流 以及還會跟新加坡的學校 做互頭面向的探討 以及互相領袖的培訓的互換方式 那除此之外 我們還可以到採訪實大紀錄青年 近距離的面對面採訪 像我曾經常過是溫國志先生 以及朱宗信 朱宗信先生 他們都是實大紀錄青年 那在這邊我會參加認識交流 也是透過這個平台認識 因為我們在之前一堂社課 請月亮跟晉峰 來一個叫做實際的交流點 在這平台上我們認識了晉峰 那也知道晉峰跟月亮做的事情 相當有意義 因此知道這些東西 那主要透過這方式訓練 那之後我們有張案設計 就是希望可以透過這些這三個 實際做一點什麼 就做一點改變 其實大家會覺得說 我們現在的學生 或是在路各位可能會覺得 我們做的一點事情都很小 很不足以為奇 但其實1乘1乘1 一直沒有改變的時候 它乘到最後還是1 但當1.001乘1.001時 一直不斷乘下去 乘到50幾年的時候 它會大於2 大於3 大於4 所以只要我們其實 只要做一點改變的時候 我們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學生透過自己的實際操作 真的做一個屬於你們自己的專案的時候 你們就在做改變 你們就可以成為實大基礎青年 你們就可以是這個社會榜樣的領袖 所以我們的宗旨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透過他們社會領袖的概念 做領導 作為一個領袖 以領袖自居透過這些培訓 透過希望可以用你們自己去影響更多的人 因此我在這基金會當中 我學習到了 從負到零 零到正 當我自己做改變的時候 我可能我自己有很多缺點 我從負的時候 把自己不斷努力變成到可能一個很優秀的人的時候 我其實只有到零而已 因為我沒有對這個社會帶來任何的貢獻 但當我開始幫助其他人 幫助更多弱勢族群 或是其他我的同學 我身邊的夥伴的時候 我在做的是把我身上的能量影響力帶出來 這時候這個社會開始是從零變到正 因此我認為將自己的部族改變 它是一段負到零的過程 但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應該是可以從零到正 加上社會政項影響力產生出來 但我認為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也是我想做的 好 所以對於領導力 我覺得最重要的 市場加成長 它其實是一個利他的精神 因此我參加了我們學校的國際志工社 以及成立了我們TEDX和TPU 希望透過這些方式 影響更多的人 將我在時節學到的領袖精神 帶到學校 帶到國際 好 那先前提到 就是為什麼我會想要參加三流青年 然後去希望可以改變這個社會 讓這個社會做改變 然後讓更多人做不一樣的發想 是因為我從無罪的時候 絕對下一件事情 我決定要從正 那 因為我後來 郁佳麟就是 我爸爸因為在時間院工作 然後他因為 可能去出差 然後失蹤 就是在國外下去失蹤 那因此就是 那時候受到很多資源的幫助 就是很多政界的人士會來幫忙 就說 欸怎樣可以幫助我爸爸 之類的 但是後來是為我 對不對 但是因此我決定 希望從正是在五歲的時候 立立這個人志向 那在五十八歲的時候 我想走一向是馬英九成的路線 想說做法律系 但是我沒有考慮法律系 我考慮北大歷史 然後在北大歷史之後 我決定一年的轉學考 所以我 高一大英那一年 我準備的是 法律系的轉學考 就社大跟台大 那後來 只有政大被取 又回來去 台北大學 那我後來想說 我希望可以走的方式 是走公共行政 就是希望可以 轉到公共行政系 去找到一個屬於政治最好的路 公行就是公共行政的建設 那因此 可是我在公共行政學了這 一年的時間之內 我發現 其實公行跟政治 並不是那麼有真相關 因為我們公行在做的事情 其實都相當疑問 而就在公行政 我無法從公行去看到 這個社會需要的是什麼樣的事情 什麼樣的事物 所以因此 我開始決定是 改變環境 不如改變自己 其實環境給我們的東西 是有效有幫助的 但是我們不能夠 一直依賴環境去做改變 我們其實真正能做的是 改變自己 用自己來改變環境 這樣才是有益 而且是自己能夠做到的 因為後 其實之後 在我做任何事情跟決策的時候 我相信其實後悔並不存在 因為當我們在做 每一件事情的抉擇的時候 其實現在的你 都是由過去的你的選擇做組成 假如昨天的你沒有做 今天想要報名的這個動作時 你就不會來叫你的出現 但是你做的 所以其實現在的你是 由過去的選擇累積而成 所以其實並沒有後悔 因為現在的你就是有 過去那些 可能你覺得後悔的事情累積 但是如果沒有那些後悔 就沒有現在的 所以因此我認為是沒有後悔這件事情 那這是我 希望可以透過更多的方式去找到 從政需要的是什麼樣的因素 因此我決定離開工信息 開始決定是參加不一樣各式各樣的活動 因此我開始嘗試的進入商樂領域 開始到系列做實習 我到微軟 三星還有富邦 跟理財周刊 還有摩基達就是火湖 Five Fox Run7的公司做實習 那這些實習當中 我看到了科技業這一塊 現在是整個社會的趨勢 因為它可以幫助人很快速的 update很多資訊 那除了之外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它解決人的問題 所以它可以從科技的方式 找到這地方需要什麼 其實相信大家手機裡面很多APP 它都在解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些問題 雖然它很小 但它其實帶來很大的改變 比方說像工程APP 它可以讓我們能夠省掉 等公司的時間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那除此之外 我也參加了YF 就是實在基金會辦的 國際新的領袖培訓計畫 那在當中 我開始鋪入了社會企業 我們那時候做了一個有機免 是FORING A BABY 就是希望可以這樣 天然然 不斷擴大他們在台灣的需求 讓大家能夠知道說 好的東西 是真的有那個價值存在 那也可以給我們現在消費者 一些好的事情 跟好的東西存在 所以因此我因為社會企業 可以開始做嘗試 那除此之外 透過這些方式 是我希望可以從 我自己的生活當中 去找到 對於我之後從政 可以往哪些方向去走 哪些政策可以改變 現在社會所真正的需求的 那未來的方向跟規劃 所以我希望我是從這些 在大學過程當中 做這些不務正業的事情 找到我之後想要做的事情 我開始從這些事情做發展 我找到我之後 可能先走向這一塊做發展 所以我開始可能之後會 進到廣告公司 跟公共公司 那之後 其實我的人脈時 我決定在55歲 我開始進入政界 我從55歲就開始診 那實現安排跟規劃 我認為其實像大家會說到 就是自己不務正業 在做這麼多事情 像本宋一樣 本宋剛剛所說的 其實就是 真的就學校的東西 其實加減顧就是能過就好 但其實需要的東西相當多都是理論 因為我自己也曾經是 學校的書卷獎 就在大學的時候 在大二的時候 其實我的轉系 我很認真在讀我自己 心想的書 那已經公共成立的書 但我發現其實這些東西 真的跟我來說是 幫助真的相當 沒有那麼多 但是如果要規劃 我就靠經驗多去做 所以我認為 如果想要做一些事情 就是行動 嘗試就對了 就是不要覺得說 自我華麗設限 就像剛剛本宋也說到 其實現在我們學生 能做的事情就是 究竟最低 你其實這個時間上 你能夠嘗試 犯錯的最好的機會 那其實沒有任何成分 那你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靠這個經驗去知道說 哪些事情 你要排多少比例 多少事情去做 其實花時間去認定事實 那做發散的過程 那我今天是希望可以 像是大一大二 可以度願探索 做很多的發散 然後 然後搭三學家之後 可以開始聚焦 那我自己是 給自己的一而是 在當兵的時候 所以當兵那一年 我希望給自己一個時間 去想 之後可以再做 怎樣的聚焦 跟怎樣的發想 那最後我覺得 規劃未來其實就是 給自己一個大的方向 就其實你不用當一個 很不要Plan的人 就是其實 你給自己一個 北極星在那邊 你適合去追索他 他在那裡 你就可以往這個方向去走 最後我覺得就是 人生 或者當中 他其實不是得到的 就是尋到 就失敗跟成功 只有在概括認定的時候 才是定論 因為其實我們 在人生過程當中 做的任何一些 失敗跟成功 其實都只是過程之一 他無法對你下任何判斷 因為你剛剛說 我可能 是潛沙普 新選獎 我唱過失敗 我會有晉級 但是其實他可能累積成 我下一個歌唱比賽 晉級成功的關鍵 因為我知道 我哪邊有缺失 所以那其實不算是失敗 但我下一個成功 也不見得會是一個成功 因為我可能因為那次成功 我自得益 我很驕傲 我可能之後下一個 可能失敗 所以我覺得真正的 結論跟真正的結果 都是在改觀的定時 所以我們面臨到每個成敗 他都只是過程的一部分 我覺得 反正是不是專注於每個過程 用心去做 他知道說 全力以赴去投入 因為當你在做這件事情 全力以赴去做的時候 你留下的就是屬於自己 過程還是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 當你保有它的時候 你不管之後 變成到什麼樣的挑戰 什麼樣的機會時 你都可以用你所做過的這些過程 跟精力去好好把握下一個機會 那引導你走向你所設定的累積性 我相信殊途同歸 我認為當你給精進設定在那個時候時 那個時候的時 你一定會長在那方向去走 所以我認為過程是很重要的 那我今天分享到這邊 就是希望可以 包括自己在大學生所看 這件事情所看到的 跟大家分享 謝謝 那我們一樣開放了三個問題 我們也想要請問一下 今天再呈現 我有兩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 為什麼你想要當 十大結束紀念基金會 學生會的會 第二個問題是 為什麼你想當什麼 首先我想當會長 原因就是希望 因為我透過這個基金會當中 我知道就是我學習到 看到時捷的精神 就是他們希望可以透過 他們自己 現在所有的資源 以及他們自己的影響力 去讓更多的青年能 有這個機會去嘗試 那我在裡面當中 其實它就是一個品牌 就是希望可以讓很多學生 知道時捷在做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時捷他想要給學生 什麼樣的方式去達到成功 那我在這當中 我希望可以成為一個品牌 也可以像時捷一樣 將他們的精神 帶給你之後的學生 之後的培訓幹部 能夠加入我們 一起做到說 你可以在這邊做改變 你可以在這邊做成長 那也希望他們可以在 我們這個培訓過程當中 也學習到時捷的精神 將他帶到校園裡面去 像我自己帶一個就是 我學到這個精神之後 我將PEDXMDPU 帶到北大 那希望可以透過NITEP 的這種方式 來影響北大的學生 讓他們能夠 永遠去發展 因為北大學生 其實很多都是 要給公務人員 去考公務考試 那我希望可以給他們 不同的機會跟判處 去知道說 他要什麼方向可以去走 那至於當總統 因為我深信其實 影響國家 這個政策去run 最大的方式 就是讓這個社會做改變 最大的方式就是 從政治這塊出手 但其實現在大家看到 我們政治跟民間 就是跟我們人民之間 有很大的領帶都在 那我認為 其實我要做的事情是 能夠看到這個代 能夠看到這個社會需要的什麼 所以我希望是可以先 從上的方式 然後再進入到政治這塊 那至於當總統的話 就是總統他是一個 算是 能夠影響最大的一個領袖 然後以及他是一個 很大的職位 可以去做改變 當然他這個目標 我們就把北京放在那邊 那我們如果走到哪裡 我覺得我只要知道說 我把北京放在那裡 我進入政界之後 我就會找到我自己的方向 對 所以我想當總統 是希望可以改變這個社會 那其實我自己有想成立一個 第三政黨 就是因為我覺得台灣其實 藍綠都是右派的 但是其實他們 我都是以資本家為主題 但是其實對社會正義這一塊 相當少的重視跟 完全沒有在放在這邊 那我希望可以有一個 比較左派的 是以社會正義這一塊為主 所以希望可以 影響台灣 讓台灣能夠變成 MG化社會減少 給勞放一個很大的權益 恩 謝謝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 用廣告做 簽入的 因為廣告公關這塊 因為我其實對於品牌這塊 相當認同 因為其實你要做任何件事情 品牌都是代表一個 它是富有任何價值的 這品牌是無價的 那我希望 我其實這要做的事情 是希望可以將我的理念 帶給更多的人 因為領袖其實就是希望你能夠 透過你自己的影響力去影響更多的人 那我看到這塊剛好廣告公司跟公司所做的 就是將一個品牌 有效的去影響到更多人 然後去在每個人心中 做他們生根跟生指這塊 所以我希望是可以透過公關跟廣告這塊 讓影響力 我希望可以影響品牌的影響力 甚至於人性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訓練武器的過程之一 那除此之外 廣告跟公關這塊也可以知道說 現在民眾的需求是什麼 他透過這些方式去找到說 他們是需要什麼樣的東西 什麼樣的資源等等 那作為一個切入企業的一種 因為這剛好跟我的 興趣跟職業方式是吻合的 所以我還隨著廣告跟公關這塊就切入 他先到企業之後 我也會希望到一個國術 跟我裡面結合 下一次想訪 可以為這個社會帶來正常幫助的企業 做服務 這是我做想要的 那請問一下 可以看到我剛剛有實習的那一頁嗎 請問一下 好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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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實習 帶給你最不一樣的觀點 帶給你新的想法 謝謝 OK好 首先 這些實習 進去的機會 我覺得都是靠活動的一級 因為我剛剛提到說 我在 大三 大二就是 這樣轉公共行政系之後 在公共行政那一年 我發現其實公共行政學習 無法滿足我 之後從政的需求跟目標 就是他可能沒辦法讓我用這工具去 達到從政的效果 所以因此我開始